5 2 3 2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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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访问了这么多篮球国手,我发现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有一股想要证明给别人的好胜性。 我们不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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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多。 人家把话说在前面,一个教练在外面讲你不能投啊,人家看你他,他不会投哦,这种话语啊,我们这种是不可以的。 太强的好胜性炸停之下可能会有点刺耳,但是往往就是因为这些特质,给予他们一次又一次跌倒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而如何在好胜性与无私之间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是一种智慧。 古加尼正好就是有这种特质的人。 那去上一集,诗人哥的影片的片尾,我放了一个预告,相信也不难猜对吧? 那今天就要喝一股,他就是马来西亚的前国手,古加尼。 马来西亚前国手,古加尼,他是一位华英混血,绰号黑旋风。 14岁开始接触篮球,19岁在马来西亚最大的篮球赛,元首被夺的得分王,篮板王。 最佳防守,具有价值球员,试项,个人奖项。 诶,我喜欢《Documentary》这样就知道。 你有看过那种MBA啊? 他们mic out,就是有时候他们在里面讲话我们可以听得到。 所以我们今天就做这样的东西,可以可以可以。 这一次的拍摄让我有机会参观国手平日聚集训练的地方,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 可能对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 但是对一个有运动员梦想,又当不成运动员的人。 可以做到这样,其实我已经很开心。 第一次来这边? 第一次来,我们以前Junior就住在这里了。 哦,这里是宿舍。 大的就是宿舍。 Making room啊,study room啊。 这个是哪来training?不是哪来比赛的球场? 啊,就是training团。 你是少数马来西亚的国手里面在wikipedia可以找到的。 百度那边可以读到你的资料。 但是百度因为我在中国一段时间。 2003年,嘉宁哥前往中国华侨大学深造。 当时帮助大学球队获得五次中国大学联赛COBA冠军。 其中有4次44连冠。 当时因为她表现出色。 创下了生涯助攻记录。 华侨大学就因此立一个铜箱给她。 OK,在汉没有开始之前,就是好像以前。 我会送你一双鞋。 OK,谢谢。 这个是李宁的预帅15。 它不是一个signature shoe,但是它是属于比较平民版的鞋。 以这个价位来说,他们有给你那个科技,就是李宁的蹦。 就是它的中底是比较软的。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尝试它的回弹,还有它的缓冲能力看好不好。 还有它的抓地力。 好。 你现在还有打球吗? 少。 很少啊? 最近看他们打球啊,又想打球。 手痒是不是? 是。 人呐是越老了是不是,越不想认老。 你知道我几岁吗? 你82年嘛。 所以,大我大概9岁这样子。 40岁了。 是吗? OK啦,你看起来很年轻。 黑吗? OK,讲到这个黑啊。 那个中国人他们有点了一个绰号叫做黑旋风,你懂吗? 你觉得这样子会racist吗? 其实。 你没有管他。 没有,OK啦。 因为现在的网上啊,就有很多那种,他们看到你小小的毛病,他们就要抓着你来讲。 这样子。 其实是没有什么的,对吧? 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的。 其实,有正派和反派的嘛,无论你做一个好人还是坏人,都有支持者就不要支持你的。 你这个鞋,昨天他们这边有一赛,你给他们他就好。 他们的鞋不吃地吗? 是,但是,有的场地他,有水啊,他不一定吃,好像有一滴水啊,他弄到他就很痛。 整个滑下去啊? 哦,可以吗? 啊,舒服啊。 OK啊。 有一个民间的传说,他们讲他们立一个雕像给你,这个大学。 是。 很想要问你,他们立一个雕像给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啊? 其实那个时候还小啊。 他立给我的时候,应该是二十,四五岁左右了。 那时候。 什么会做一个雕像? 无私。 无私啊,就是打球很无私,就是很。 助攻很多。 助攻很多。 那个校长当初他是讲,他的精神就是,我打球的时候没有,就是没有很支持,就是很无私。 他就立了,因为他们学校拿过一届冠军的时候断了嘛。 我们哪有四连冠。 就是四连冠冠,他们立一个雕像给你。 啊,第三个就立了。 第三个就立了。 那时候就是我,传球多啊。 因为,刚开始第一年就一直在传罢了。 我在比赛里面啊,我觉得access我传成功了嘛。 我就觉得那个防守会很少。 他要跟你玩这样子啊? 就是,好玩嘛。 有的人还不懂我回来了。 有的人是突然间知道我回来了。 有的人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就是,我回家了,我回来带了。 脱衣后,加利哥从一个球员,转变成一个教练,前一阵子还在中国教球。 不过到后来,他觉得有必要为马来西亚的篮球出一份力 所以就意警还乡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篮球队主教练一职 拒绝吗? 来来来来,还做机会给人家 好像是你给他上去 一直都想 就是说如果你想走更远的路 肯定是想出外国闯一闯 在这一个方面,讲真的 在外面也是有受到不好的评论 最伤人心的就是讲 自己的国家都没有这样强 你为什么要回去带队 就是这样子的 这种评论是最不舒服的 其实人家可能感觉不到这种感觉 我觉得回来是OK 因为自己国家,一定要帮忙的 讲真的,无论整个国家是怎样 自己曾经是打过国手的人 好像很多球员 我们那时候年代的人还好 什么年代的人 其实要有一个心 自己的国家,无论强还是弱 要培养 因为孩子们要有方向 在还没有认识古教练之前 我还蛮怕他的 因为看到网上流传的影片 不要在这边,给我演 不要给我演 我会揍你们的 你们不是知道我会揍人吗 我教球啊,是满身汗的 就是教到很那个的 你用跑的,跑 跑啊 跑啊 跑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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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讲啦 十秒他妈的没有跑战术的 看到吗 两个时间都没有动 全部都在外面睡吧 这样 五 六 喊十秒的时候 他们就不跑战术了 你们看 看 全部都一样了 阿修也是这样子 MBC也是这样子 十六 十六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 十 十 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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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就是在讲 他们是不是不跑 看到吗 有压力 球去哪里应该 去哪里 球要去哪里 球要去哪里 你在比赛紧张中 最做出来的那个东西 就是你在 平时训练中 练最多的 你知道他练了多久 十秒钟的东西 他练了可能三年左右 不用看的 我们 就是如果你真的去研究 那个球员的这个历史 他练了多久 他们练了多苦 但是认识他之后 知道他只是对视不对人 球长上球员犯错 他会责骂惩罚 有时候又会跟他们开玩笑 赢阵 苦你不得 原来也咯 不要讲 你别看你不要抖 好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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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进步 我这样很夸张啊 我们的飞桌一直不进啊 再来个 用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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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手啊 还要直接射 握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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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射法球多 还是 哎呦 去吃萝卜啊 也不是萝卜啦 我也不是萝卜啦 我一 哈哈哈哈哈哈 OK 四三 平时跟球员啊 更 很喜欢开玩笑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会有那个 教练的威严嘛 就是 我连 这么黑啊 不讲话就有 但是你会跟他们开玩笑什么啊 可以哦 可以了吗 六个 七个 啊 大概 诶 等下 要重播看回才知道 你已经 掉了 差不多了 最后一力 来 yes 还是很准啊 没有啦 所以你觉得 可以直接投三分吗 现在 直接要实力三分 因为主要是要看 有没有比识人格准 他是我大师兄而已 你觉得你比他准吗 没有 我一直都觉得他准 我还没有看到就是马来西亚啊 有人比他练的苦啊 他练很苦的 努力是一个天赋 不是每个人都努力 所谓的人叫所说的天才啦 他在病在后面做很多事情 是你们看不到 人家也不会给你看 但是他拿了冠军的时候 他就爆发出来 他就说他做了什么 他一天浪费了多少时间 他拥有什么 他才得到这个东西 因为他觉得很自豪 因为那个是他的成功的方案嘛 你他为什么会成功 他会分享给你知道 他不会支持的 所以他很准 很正常啊 我们好像跟他在 就是打比赛 我跟他同期打比赛 因为他空了啊 一定会为他的 真的是命中率很高 而且他投这种 这种远距离的啊 Logo啊 这样 这种刺激啊 还有急停跳多啊 很稳的 真的是稳 现在这个年代看不到的 现在你看到的是 fancy shot 就是 他转啊 然后你就哇 突然哇 进就美咯 好像实力有一力啊 人家就觉得 哇这个厉害 其实就一力罢了 可以吗 来 来 他每次都是第一点 那个Sea Game 还有位置 转的 十二 啊 12 不用转动 我转就给你可以直接射了 哦 高一点就亮了 看你是故意的啊 你怎样转啊 你怎样转呢 这样子啊 啊 这样子你舒服吗 哈哈 出手就舒服了 是是是 是哦 准准的呢 因为我要你舒服 你出手方便嘛 哦 OK 大概好像是溜传 他打蛋了 他打蛋了 进去了 有啊 我的带传 这里 OK 最后一个啊 假 你可以叫我怎样传那个球吗 为什么可以去掉的时候准准 不是 因为我 你看你喜欢这样子射嘛 对不对 美美的啊 那如果你传球给他这样子 借到美美的话 他不用再调嘛 你刚才还想调是不是 是是 你拿到你 我都看你还想调嘛 是是 都不用调 你拿了就可以射了 少做一个东西命中力高一点了 你是怎样传给他 就直接给他往回旋啦 回旋 哦 回旋 你不用转了 你直接就 这样子好像射球一样 你这样 这样子对吗 用射球一样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啊 其实我拿手感的方式 就是我一直这样子 就跟投球一样嘛 对吗 然后你回去你就这样子射过了嘛 是吧 就是 所以如果我这样呢 这样子呢 有的人习惯性 但是到你level很高啊 那教练是不建议 不建议你这样子 我像你这样子射球啊 有的人一射球他会自己调的 我调很慢 因为我没有什么常 啊 因为正常他们有的是 他在这里拿球 他一拿到歪了他就在这边调了 他就调哦 好像我们看到球来他就会自己调了 抓到那个线了他就调 因为他出手快嘛 是是是是 舒服嘛 舒服 球就会顺哦 因为我们啊 练球的时候 经常是找最舒服的方式来练的 那比赛啦 是很不舒服的人在困难 对 因为有人挡 有人什么嘛 而我为什么 传球会给人家感觉命中力比较高 是因为我给他做他平常做的东西 所以今天是因为你传球好 才可以进这么多 不是 因为你准 原来你是 卧虎长龙啊 你知道吗 是要是要来来 到你到你 OK 上来在这边 因为这个山道他会来这边 你会说好像 如果你没有什么天赋 我就不大理你这样子 我去教比较好的局 不能 这个是失败的 现在我站过去啊 我高过几个人罢了 没有几个对吧 那我是有天赋吗 我感觉有天赋嘛 哎 天赋嘛 没有啊 黑罢了 在做天赋就是可以讲中文 可以讲闽南话 就是可以讲很多话 你上六里 因为都里是个梦 可以拉到波动 没什么 你明明 那是可以 取得变好 取得来 如果你一直 先把天赋的人培养的话 那不要看后面的人了 结果给你答案的是后面那些人 因为他会做你想要的东西 他会可能他就要 你只要拿他防一个人罢了 他不管别人 他会做这种东西 因为有些人 好像我现在自己1米75的一个后卫 你平常都不错了 来一个1米95的后卫 跟他差不多的 你会怎样去处理这个问题 像你话想处理 有时候我们多用你 有时候少用你 其实不要太去想这个 有的时候我想用你 你要给我安设 有时候小猴 小猴 我不用摸摸 第一次 小猴 小猴 哎呀 卫勇 代替我了 是吗 我放你上去 有时候我感觉你不想打 当然哦 互相都要给时间 时间是唯一一个可以证明实力的东西 谁最了解自己 自己咯 我是要比赛来检验你们的实力 我才会慢慢了解你们的 懂吗 你们有给我时间吗 他们有给我们时间吗 没有你懂吗 教练 外面的要放吗 外面的要放吗 外面的要用吗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 教练没有忘记哪一个人的 跑什么set都好 知道吗 以前我就是这样子 教练啊 再讲啊 我没有叫你们幸福 我坐在那边 这样子不好 等教练教啊 教我们上去啊 经济老话做对啊 那个教练就用你哦 经济老做错呢 走 不屌你哦 在里面的除了有一个小一点 其他都是大的 对吗 所以会谁来接他们的 你们咯 你知道吗 你是什么都具备的 但是没有一个教练啊 在这里的啊 我们出去把球员丢在一边的 你们要相信我们 因为我一直在外国嘛 我没有看到你们 我有见过的 但是不深刻咯 那个时候你还小啦 你好 可以吗 啊 好笑 好笑哦 没有事 没有事 那里面的 娘 有bro 没有事 老板 喂 好球 好球 其实啊 这个是一个训练过程嘛 你知道吗 我们在这边学习 你走Lang会有点小 就是成功的时候嘛 一定是慢的 后面慢慢习惯了嘛 为什么有的人在技术 比他技术看起来很好 因为他在练很久了 Mustle memory 你自己会做这个动作的 好像我每次看到两个人 我一看到我就会一拨 一拖我就那样转身上蓝的 很习惯的 你看我已经这个年龄 但是我很习惯做这个动作我就会做 因为这个动作对于我来讲是 你练了几年了很多 很多年了 就是我不怕第二个人来这边的 因为我转身我就抓好 他一顶到我 不是他痛 就是他受伤 这样子哦 这么多年来就是有遇过很多的卡 就是这样子过到现在 好像以前是完全不投的 三分 就是一进好国家队之后练了之后 人家防守防我的时候 推到发球线了 BK写 那个教练在喊给他投 想起那种噩梦你懂吗 一年用了一年的时间 你说有的人哦 就是讲你不能投 你没有去用花更多的时间去练 是不是很浪费 就是说你明知道你不能投 人家就把话说在前面 一个教练在外面讲你不能投啊 就讲在比赛 人家看你他哪 哎他不会投哦 这种话语啊 可能现在的人讲起来他无所谓的 他耳朵这边进这边出 是吧 我们这种是不可以的 你要我进几个才叫合格 你说一个数字出来 看你给我一点压力 差不多像死人格这样子啊 对啊 OK 现在开始了 Nice 1 2 1 6 63 62 7 有了 中华 1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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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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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漂亮 ok 一个好了 ok nice 可以了可以了 一个是完了 我没有算了 完了 差不多完了 应该蛮多力的 分享给我们知道以前 你的拿手好菜是什么 你的过人的技术 以前你在做空球后卫的时候 以前过人就是 其实没有太多的专注的 就是练过人的那种技巧 没有的 没有 因为教练就是放几个困点 我们一直练 但是自己讲 你讲Signature Move 没有 就是我们只会时间差 什么 时间差 就是讲 我来之前 我会做一个动作 你可能摇了 我就过去 是这种 这个叫时间差 时间差嘛 因为我fake你的时候 你可能去那边了 我这样子你去我就过 我用的都是很basic的 篮球技术 比如说我冲快快下来 我会做类似 这样子过 还是贴 这样子过 因为我们做这个时候 你在考虑嘛 然后我的身体摇 你就做 都是一种很简单 看起来不花俏 但是有用 蓝球员就是这么显的 蓝球员的live 就是这么无聊的 就是他要嘛这样子 要嘛这样 就是在外国现在就很黑 就是讲 他们要做那种网红 他就是把自己搬成好像很无知 去到一种地方很无知 其实啊 我现在这个年代 这个时候啊 就搬到那种去啊 应该是很多人会上当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年代的人 已经不认识我了 年轻的啦 啊啊啊啊啊 很好玩的 所以好像我去达曼玩球的时候啊 喂 谁来啊 你要锁啊 我去打的时候啊 我一顶他就 哇 他就是 什么的难 他不知道你是要去Wikipedia search一下 他都没有在Wikipedia 你有叫Wikipedia 你不要这样子可以啊 一直把那边讲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裤子 你的是吗 你的腰围下多少 我怕我拿太小给你 这个都不要掉到这里了吗 32 32 如果你不能穿的话你再跟我讲 好 然后我再换给你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裤子是这样的 你看我现在 我穿这个裤子 我就知道你了 你不要远一次给我 他不要远一次给我看 我要看一个 你出国吗 你坐飞机吗 你要叫球你出国坐飞机 然后你冷嘛 你可以穿这个裤 你飞机出来了 你这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 怎样怎样 你可以给我看一次吗 这样啊 可以 不要拉不到的 是是是可以 到时候我就 如果我刚好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 但是你不要在空姐面前做啊 但是你不要在空姐面前做啊 没有就是我没有刚好没有穿 那裤子 这个就不行 你要穿 至少有一件裤子在里面 可以 你先再跟我讲 谢谢 回去休息 休息好了 还有一个啊 那个call time 准时一点 那个险服不用紧 我们知道它会迟的 现在讲一次 那个300块 我经常出都没有问题 问题不到 在这里收的300块是 时不时这些活手训练完毕过后 就会有一个头半场的环节 头进的人 会获得这样一个私人腾出的300块钱 我看过两次 没想到第二次我竟然有机会参与 现在一个新路罢了 迟到一次 20块 不要50块 比较有感觉 因为30块它给你嘛 20块你自己出嘛 有20你就没有出钱 你会迟到的 50块 OK 50块完了 教练迟到100 OK 我们迟到100 你们50 来了我们去丢半场 OK啊 OK 可以啊 有意见吗 没有 所以我都希望你们迟到 下次你只想迟一点时间 我们早来 热爱篮球的人可能有很多 但是要把一生都奉献给篮球的人 可能就这么及格 胡佳妮是其中一位 大声一点 在这里祝福 马来西亚的篮球队 在接下来的东运会 可以如愿达标 漂亮啊